请你在你的桌面打开你自己的图 那最好是你的图 有就是线稿跟我们的彩色图是分开的 先问一下 有没有谁 你的线稿是没有像我这样子的 还是都已经合并起来的 你只有合并起来的请举手一下 像这样子你可以分开线稿跟彩色稿 有吗 好 那我们就以那个已经合并起来的来操作 因为分开跟合并起来的操作其实是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 那 然后呢 你要去网路上下载 下载素材 素材 跟文录 那你只要在我们的 如果上面打 布文 布文 或者是素材 或者是 花文 或者是文录 这四个名餐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东西 当然比如说你的衣服要有蕾丝边 你打蕾丝 就一堆 可以让你去玩 那你找到 这个布文是要找什么布文呢 主要就是要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找到的这个素材呢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 漫画人物当中 让他感觉就是 他是有 那个比较真实的那个文录 那当然 这种东西呢 文录这种东西是看你自己 那还是一样再次强调 我们这只是练习 练习 如果你是要做商业行为 请你要找 他网站上面有写免费 商业 你可以自己可以做商业行为的免费使用 或者是你必须要付费购买 这样才可以做商业行为 不然的话呢被抓到是很麻烦的 反正你只要 只要维持一个概念就是说 只要这个图不是你画的 你都要很小心 那只要是自己画的 那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一定会说 我自己画又不会画出这种东西 你可以学啊 比如说你看 我看这个图的文录不错 我学他画 只要画出不同的感觉就好了 可是我这个画可以学他这样子画 然后画出那个弯曲的感觉不一样 然后用绿色的圈圈来画 或是红色圈圈来画 就学他的感觉呢去画出另外一种布 纹路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好 可是那个最好是 要那个用手绘版 你用滑鼠基本上是很难画的 那这边有一个可申请授权 对 可申请授权就是说 你要私底下跟他讲说 我 我 我是一个广告公司 那我现在有做一个案子 需要用到你这个 这个文录 那 请你授权给我 使用 他说好 好 那个你可以用啊 你 有一些 你的这个 你这个案子如果是很大的话 你一定要写一份授权书上他签名 如果你这个案子只是很小的话 其实还好啦 因为很大的话 有时候牵扯到几百万几千万 他就 如果给你反悔 你应该在那 打干四够 你整个叫他寻一个授权书给你 基本上 数位 很多东西数位化呢 就会变成很麻烦 网路上有 有人这样子做 就是他 他去花几十万二三十万的钱 去买高倍速的相机 去旅行拍照 拍完之后放在网路上 给人家下载 结果他就有扣 有事没事就他只浏览一些生态的 看着我像 穿权信号去 所 讨赔二十万 因为你你到版我的我的照片 有人这样子 然后那个被导演说 哦 我导演一张而已 你就要托我多少钱 不好意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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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薪水呢 我就去拍照 再赚钱的呢 你就这样给我拿去用了 也不跟我讲 我当然要给你索赔 这样网路上基本上用途 因为 呃 我们一般没有以前没有人 就是 应该是我们从小的教育 没有没有这一块 没有根本讲说在网路上用途 一定要透过授权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 哎 下载就可以用了 就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就变成有时候 会误触滑网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只要不是你的图 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好 好 那已经有下载的图之后呢 请你把它打开 档案 开启 开启 就档 然后找出你下载的那一个图 然后把它打开 好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画面上是出现你刚刚打开的 那你刚刚那一张图跑到哪里去 看上面这里 另外这边有一条 好 点一下你的图又出现了 它是 它是重叠在一起 你自己 可以找得到吗 找不到你刚刚那张图的 你要举手一下 你看喔 你的这张图上面这个横杠的旁边 也有一个横杠 这个横杠就是你的 原来的那张人物图 所以你点一下之后 他你的人物图又出现了 点一下之后你的那个就出现了 如果你要两个图都在一起怎么办 来注意看喔 用你的滑鼠到这里 到这个素材的横杠这里 然后按住滑鼠的左键不放 往下拉一下下 你看他有 他有跳出来有没有 然后放开 他就在旁边了 他就跑到前面来了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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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拉不出来的警局总 很好 都拉得出来 你拉不出来 你拉不出来 拉不出来 然后 要吃那个 站住 我 bart 我 这 他 rac 这 怕 你 这是 这是 他你的話呢就成這樣 這樣我先幫你接一下 那邊邊邊邊邊 這裡是怎樣呢 這裡是怎樣 好幾次怎樣 要馬上拉出來 後面有一個要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动作是你的滑鼠要选择一个移动工具 第一个三角形箭头有四个箭头的移动工具 点一下 然后到这个布纹素材 最后你的布纹素材要在你这个土的旁边 你的滑鼠到这个布纹这里按住左键 拉到你的这个土的中间 你看只有你的滑鼠会出现 那个布纹没有出现 可是他画面会他的这个三角形黑色的会变成箭头 没有看到 夹有没有看到 放开 他就进来了 对 这个是移动工具吗 移动工具 对 用移动工具呢 按住左键 然后推进来 拖曳进来 左键按住不放 移动滑鼠拖进来 对 不一定控白处 没关系 好 往来之后你这个素材就可以把它叉叉了 因为你已经把它丢进来了 但是他变成黑白的 变成黑白 代表你那个是黑白漫画 你不是彩色的 好 那来喔 你先不要按叉叉喔 先不要按叉叉喔 刚刚那个素材你有按叉叉吗 你如果是黑白的 你先不要按叉叉 你过来之后要 还要是彩色的才可以按叉叉喔 因为我那个持续在叉叉 不是 你要我彩色的啊 你没有上色啊 那我现在要把它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现在到你的这个图这边 你按影像模式把它改成RGB 可以 素材就不要理他了 点完了吗 点完之后 不要合并 点完之后 你刚刚拉进来的那一个黑白的那一个 把它都丢掉垃圾桶 来看一下 看一下荧幕喔 你 把这个呢 只要拉垃圾桶 然后放开就可以了 你用眼睛去确认到底哪一个是你拉进来的 好了没 好了 之后呢 再拉一次 那就是彩色的了 好了齁 还有神 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的 你是什么情况 我最上面那个手 我长脚 他就写AI 他就写PS的 这个 AI 你怎么开AI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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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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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谢谢 谢谢 先 我 第十页的第八打开之后呢 用选取全部 然后再编辑拷贝 这样子 然后再到我们这张图这边呢 再把它按编辑贴上 做法都一样 那我刚教大家是这样子 把它拉出来 然后用移动工具把它移进来 这样子也可以 所以方法有很多种目的是一样的 做完这就把它关掉了 好了没 有没有谁还没有弄好的 就是你的素材还没有覆盖到的 没有覆盖到的请举手 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注意哦 接下来我们要点一下我们刚刚复制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 你就看我做就好了 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复制好几个 才可以把你的这个 底图呢覆盖住的话 它这边就好几个图了 那你就要把它合并起来 所以请你按住Ctrl加1 按一下它就往下跳一次 按一下就往下跳一次 有没有看到 3 2 2 好 这样就全部合并了 你看我点这个眼睛 它就只有一个 变成一张图了 这样听懂吗 有没有谁还是听不懂的 听不懂哦 好 你刚刚有没有合并啊 你有没有按合 你有没有按合并 好 那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你就是把它放大就好了 你不要复制 复制对你来讲 应该你已经忘记了 就因为它有图层的关系 所以呢 注意看哦 你现在跟我做哦 你把你的图呢 把你的图呢 移到你要去做的这里 移过来了没 跟着我做 然后编辑任意变形 做完了没 跟着我做 你的图有没有像我这样子 出现一个正方形 好 四个角落往上拉 往左拉往右拉 把它覆盖 覆盖之后按Enter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就是只有一张 只有一张 只有一张 四张就要合并起来 按Ctrl加1就是往下合并 按Ctrl加1就是往下合并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了不用了 你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你的煮飯已經有填滿它的 好 好了沒 還有誰沒有做到 對 上面蓋到下面 可是你不要 你只要合併你的素材而已 你不要合併到你的自己的圖 接縫不太一樣的話 你就是放大去調整 放大調整 像這樣子你讓我看 比如說你兩張你接縫要一樣對不對 那就像這樣子放大 像我這樣子再放大 然後去調整這樣 去調那個位置 不過這個很難調 除非你這個是四方圖 四方圖再調才有辦法調 不然這個沒辦法調 那通常像這種圖我都怎麼樣 第一個我會無視它 我這樣子就好了 第二個我會去用剪刀 這更麻煩的 用剪刀去把這個 不完全的水滴把它剪下來 不完整的水滴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再往上 往上跑 這樣子 用空擺的地方去接 這個會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那其實你現在還在學 我是覺得不要這麼麻煩 不要給自己找麻煩 我們先學簡單的 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今天你學一些痛難的 你頭髮的也學 做不起來 沒辦法 好了沒 很多東西 有很多梅槓 可是那個梅槓呢 我暫時都不講 因為講了之後你會亂掉 我都講最簡單 最好操作的方式 讓你去體驗 這樣子 因為這個太難了 這個Photoshop是職業 職業的美工在用的 他的東西很多 好來 然後那個 那個 有都覆蓋好之後呢 來注意喔 注意喔 請你呢 在這個塗層二 注意喔 你可以用這個眼睛去確認 你是不是在塗層二的 在這個素材的這個地方做 選定編集 選定編集區 編集區 你知道什麼是編集區嗎 就是它有出現藍色的 叫做編集區 你要確定你這個 是不是編集區 你這個編集區 是不是落在你的這個素材這裡 要用眼睛去確認它 確認了沒 OK 好啦 那接下來有一個動作喔 你可以讓它 是可以看到下面的 就是 上面這邊有一個不透明 在塗層這裡有一個不透明 有看到 這邊有上面 旁邊有一個三角 一個三角 一個三角 三角點這裡 這一個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滑桿 然後那個滑桿 你把它往中間拉 你這張圖就變成半透明的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讓你的這一張圖變成半透明 可以看得到下面 在塗層這裡的上面有一個不透明 然後三角 三角點它點一下 它就會 就可以 推了 OK 好了沒 好 那推好之後 你就可以確認 到底你是不是真的 已經把你的這個 裙子呢 把它覆蓋了 好沒有覆蓋的請舉手 再把它調整一下 這樣它完全覆蓋 好了之後 來喔注意喔 好了之後請你點選 請你點選 點選 有顏色的人物的塗層 點選 有顏色的人物塗層 點選 有顏色的人物塗層 有人物的顏色塗層 好了沒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女生的裙子是橘色 我就是点这个有彩色人物的部分 我现在要点这个人物的图层 所以点有彩色的这个图层 点好了没 好 然后点完之后点仙女棒 魔术棒 魔术棒在哪里 在第四格 第四格里面快速选举工具按住不放 它出现魔术棒 把魔术棒找出来 好了没 好 然后注意哦 注意看这里 取样全部图层不要打勾 取样全部图层不要打勾 这里哦 这里不可以有打勾哦 然后点一下我们裙子 它裙子就会出现一个选举的状态 有没有看到 滑鼠 魔术棒 然后对 有没有谁跟我不一样的 请请走一 来哦 我再讲一遍哦 再讲一遍哦 我在讲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着我做 你不要我讲完之后 你再做你就不会了 注意看 重新重新讲一遍哦 在这个工具列这里有一个 第四格这一个 然后按住不放 它出现魔术棒工具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谁找不到 你的魔术棒工具的请举手 啊你有没有照我这样子按 你要按住不放啊 滑鼠要按住不放 你滑鼠有按住不放吗 他没有出现吗 没有 我滑鼠有按住不放 我滑鼠有按住不放 你刚才这准备要先拿翻掉 我滑鼠有按住不放 你滑鼠有按住不放 你滑鼠有按住不放 我滑鼠有按住不放 好 你有算吗 你有点你的人物涂层吗 有啊 那你滑鼠有按住不放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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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 那边 来 注意 这边有两个可以让你做 第一个是编辑拷贝 第二个是直接按Ctrl加C 两个都可以 好不好 编辑拷贝 来 跟着操作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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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等一下 点一下你刚刚那个图层 要点一下 刚刚那个素材的图层 不好意思 少一个动作 点一下你刚刚那个素材的图层 如果你忘记是哪一个用眼睛去确认 到底哪一个才是素材的图层 确认好之后 在这个素材图层这边点一下 点完之后才可以编辑拷贝 好了没 好了齁 好来 接下来重点来 你如果按编辑贴上 它会贴在正中间喔 我们不要贴在正中间 我们就是编辑选择性 就地贴上 就地贴上 然后你就发现到你这张图的裙子 这边有一个很实体的图案出现了 然后再把你下面这个原始的图层关掉 你的这个素材就贴进去了 来操作看看 看有没有谁做不出来 我去给你操作一遍 做出来就可以休息 下课五分钟 下课五分钟 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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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